這樣就好 好,我們背話副作說,趕快 你也可以 那我可以慢慢講嗎? 期限開始 期限開始 開始了嗎? 開始 好,我們題目是整份題目 然後我們是正方 然後 對,然後我們正方是站整體吧 然後因為我們覺得 我們這邊覺得說 就是 人 就是需要規矩 就是需要去規範 就是人需要規矩 然後呢,像現在就是社會 不管你話不要講完 其實你都必須開始質詢時間 我們要去控制時間 好 那所以請大家把握時間 OK,好,那 接下來的三分鐘時間呢 欸,我們的祭司院 有嗎? 我們台語嗎? OK 計時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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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計時器嗎? 沒有 沒有 計時圓這裡 好,那你怎麼回答 好,然後我說一下 就是你們 生論的時候 我們會評一次分數 就是你這個人生論的時候一次分數 那你這個質詢的時候 我們會再評一次分數 所以 會去總為這個人的分數 然後 節辯的時候 就評你們節辯分數這樣 好,所以 就是 就看你們表現了 齁 好 那 Are you ready? 好,那我們請正方一號 店友深入 請上 請上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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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直選也是要什麼 對啊 對啊 這樣 對 對 訂出來就是要規範的 因為人如果沒有規範的話 就會有偏差 所以像如果你犯錯就要去坐牢啊 然後有的沒的 就是 就是需要規範 然後像 學校方面 能不能提吧 其實這種東西 像如果你辦了校規被懲罰的話 因為規矩就定在那邊 然後你還要去辦 然後被懲罰也就沒話講 因為 人家規定就是這樣 然後像如果你 考不好 老師也 老師應該會有一個 一套標準吧 所以雖然說你可能覺得 你對這一套標準 你並不是這麼的贊成 像 像有一些殺人犯 他可能也覺得說 喔我殺人 要被槍斃 這個我不喜歡 可是規矩就是定在那邊 然後像老師規定說 喔 班上考六十分 就是考不到 考不及格的 就要被懲罰 然後你可能覺得 蛤為什麼 可是大部分人都接受這樣的規則 所以 你沒達到 你還是會被懲罰 對啊 然後 然後我們這一邊是覺得說 嗯 就是 人的個性 嗯 應該這麼說 就是 不要說人 就是生物 的個性 通常都是 比較 就是如果你沒有去規範他的話 他就會有偏差 就是很容易就 而且 就是 如果 適當的體罰 其實是 教導了一個很好的 方式 像 彎道無卡布啊 就是之前都隨便便便尿尿啊 然後就是 被我揍過之後 他現在就是 上次 就是 可能一開始 你就是 可能他就是 你在嚼的時候 他可能還聽不太懂 然後你 就是 你如果他 幹嘛 就是如果他 犯錯的時候 你去 就是去揍他 就是去 處罰他的話 這樣子他就會有一個警惕啊 就是他會 他會知道說 喔 做這樣的行為會被處罰 這樣子他對這個錯誤 他就會有影響 然後之後 就是他 知道這樣做是會被懲罰 然後這樣做是一個錯誤的行為 然後 他就會 自然就會 去約束自己 然後 就是 以後不要再做這樣的行為 因為做了就會被懲罰 那時間到底到了呢 那三分鐘 等一下 我可以不要講嗎 好 請反方二變 請來協問 直接質詢 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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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樣時間是三分鐘 好 我都不知道我在講錯誤 我都不知道我在講錯誤 下去吧 沒有齁 你要問他問題 你要問他問題 你要問他問題他回答 那你在你問問就好了 聽完他的那個 講完之後 你有什麼問題 請注意 請注意 好 評審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 反方的二變 其實 我可以不要質詢嗎 因為我覺得他講的都很好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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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發問的 可以丟指條上去啊 喔 我知道 等一下 要幫忙啊 其實我剛剛 我現在想要質問的是說 為什麼一定要用體罰的方式 可以用柔性的勸縮啊 也可以就是用柔性的方式 就是有可能請他操個功課啊 或是請他做一些事情來彌補 或是掃個地這樣 就不一定要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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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懲罰啊 對不對 你說 請他 請他 我就說 我就說 就不一定要體罰 就可以用其他的方式 來代替 就是用掃地啊 用 用超功課這樣 的方式來代替 好 正方請看 雖然說 就是不一定要體罰 也是其實掃地 操功課也是一種 也是一種 也是一種處罰 對不對 你操功課 就是花時間 然後操到手 痠到爆這樣 然後或者是 被叫去掃地 然後 其實 對啊 這 其實他也是 如果硬要說的話 他也是體罰的 他也是 體罰的一種啊 對啊 那 那 對啊 然後就是 柔 我當然是 就是贊成 就是你剛剛說的就是 柔性管教的部分 就是柔性勸縮的部分 我當然也是贊成啊 可是其實 那 如果柔性勸縮 就是像有一些小朋友 我要去說的說每天啊 就是你 一開始你可以採取就是柔性管教的方式 可是講到後來 他還是不聽的話 那你還是必須要 還是必須要處罰他 因為 就是 其實 應該是這麼說啦 如果 柔性勸縮 就會有效的話 那就不需要體罰啦 那 就是體罰 當然是針對那一些就是 可以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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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課題結束 然後 評審要補充幾個規則 但是我們剛剛發現 就是問題請一次發完 然後回答一次發完 但是 你們的時間加起來是三分鐘 好 就是在質詢時間之後 發問人 你要把問題一次發完 然後 你們要暫停時間大概 看你們站多點 或站少一點 那 請 反一 上台分論 謝謝 好 因為現在的社會 提倡愛的教育 所以 可以 不要打 然後 而且 老師啊 有時候如果有情緒的話 他如果看你不爽 他就會想要 然後 日後會造 可能會造成 小朋友的陰影 然後 想要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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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提问 正方三变 请提问 正方三变 43分钟 如果这样那种小孩都没大没小 然后老师也很难做啊 因为有些老师就可能看你本来就没有在 例如没有在写同课啦 但是你有履券不听 对啊 这种情形还是需要管教啊 好 请反方一遍你回答 还有问题 还有问题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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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吐气巴也会造成身体上的伤害 如果他本身如果有疾病的话 請正方二變上台節目的提醒 適當的比拔是不錯的 因為就想說 如果老師在一開始考試的時候就說 如果你考不好的話你就會被打 那就造成是一種動力 就想說如果我考不好的話我就會被打 那你一定會想要考好一點不會被打 那有可能是一種比較可以深刻的記憶吧 這樣如果你題目錯的話 如果你被打的話 如果你看到下次還有同樣題目的話 你就會記得說你上次被打 然後你就不會再錯這些題目 你就多賺了幾分了 你這樣考試就會考好一點 那如果沒有體法的話 小孩就會變得沒大沒小的 這樣老師就很難做了 你就不知道要怎麼管他了 對不對 然後那個人啊 他人本來就很難的 就像你我一樣 你我都要被打他才會前進 對不對 好就這樣這樣子 好 好 那就請 好多三遍上台結尾 直接也是三分鐘 直接也是三分鐘 你把尾巴 會造成肉體上的傷害那個 那個會很痛 而且人也不是畜生啊 不是用膽 而且 可以用講的啊 可以 你可以 就是 就一直講一直講 講到最後他一定 他一定會 他一定會 知道 知道你要告訴他什麼 OK 沒有問題啊 站起來不是要問問題的嗎 請問問題 請問問題 那如果 就像剛才說的啊 考試用講講方式 不是更好嗎 一定要用體罰嗎 考試考不好的人 為什麼要被講上 那考好的人要怎麼 為什麼不能被講上 還有 我們剛才也有說過 是適當的體罰 不是過度的體罰 那就講上好了 那些 就考不好 那些 就要多努力 多加油 就好了 有些小孩就擺怒啊 就比較分啊 埋苦術啊 怎麼講都講不聽啊 女生不聽啊 今天大家怎麼拍的時間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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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方 反正方 二變 反方可以唱台節目 各位好 我是反方的二變 然後 就是照剛剛我們反方 一變所講的就是 因為這個社會上 現在是提倡 愛的教育 我覺得 像你們說的適當的體罰 我覺得 不如用獎賞的 像剛剛所講 用獎賞的 說不定那些沒有讀書的學生看到 老師這次 哇賽 我那個 考好的同學 他有一百塊 那我下次我也 我也會努力想要去賺這一百塊啊 對不對 所以 我是覺得 適當的體罰 可以改成用獎賞的方式 我覺得 這對 會 也是一樣 也有造成那個 的效果 就不一定要用體罰的 因為 有時候體罰 反而會去造成那個學生的心理 真的就是有創傷 就像我 從小就被打大 所以我現在心裡也有創傷 就看到那種煩過小朋友啊 我也會想打他啊 所以 這有可能會造成我們下一代 如果我們再去打他的話 造成我們下一代 他也會去打他的 子子孫 子孫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呃 用 用獎勵的方式 勝過於 挺罰的方式 好 結束 好 那 請 好 很開心 順方一列 我從事很自信啊 順方一列上台之前 謝謝 直接上面說 阿西 開箭 所以應該算了吧 喂 好 就是我們這邊的想法是 想問一個問題啦 因為獎賞這種東西 就是 就是 它並沒有強制力啊 然後如果 學生認為說 這個獎賞 這個我沒有吸引力 那我是不是可以不甩你 那這當然要就是要看 這個獎賞的東西是什麼 雖然有可能 學生會不甩你 覺得這 這個人就是一個 什麼東西啊 這到底什麼東西 但是 老師可以就是覺得 欸 學生 他不接受這個東西 他可以再換過 對不對 而且像 像說 現在新聞他們也有報導 就是說 新聞也有報導 就是說 就是 有的老師 他就是 雖然現在經濟不好 但是 他提倡就是 我用金錢來賄賂你 讀書 但是我覺得這個方式也好 因為像我 像我小學的時候 老師也 用這種方式 就是五十塊給你 你好好認真念書 你進步了 就是有五十塊 不管是一分 或是兩分 都一樣 我是覺得這個方式會比你提發好 那這樣子會不會建立 就是小孩子有錯誤的 那種價值觀 就覺得說 喔有獎賞我才要去做 沒有獎賞我就不做了 那比你打他 他造成的傷害更好啊 那比你打他 你怎麼知道 這樣怎麼會造成的傷害更好 你打他 他受傷了 難不成他要去告你嗎 告你也是造成一個傷害啊 對不對 這惡性循環 就不好了啊 所以我覺得 用獎賞的 對不對 你還有問題要問我嗎 很棒 我再補充 就是有可能體罰 沒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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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請正方 三遍上台 發表意見 直接上面走 大家好 我是正方的三遍 然後就是 就是體罰嘛 就 很多 很多國家都是 可能 對那種法律有 用一些 用一些 處罰吧 就像新加坡啊 他們犯罪的時候 就 就 吐口祥堂啊 他可能就 就可能會受到比較嚴厲的 責打 然後就像 新加坡現在 已經沒有口祥堂在那種 街道上亂吐了 然後 像 有些 有些國家如果用 法律如果用獎賞的話 那 還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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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制力可言 就 如果你 犯錯的話 你也沒有什麼 處罰可以去 去 控制他 對啊 然後 而且 而且 處罰可以 可以 促進你 對那種 抗壓性 可能對 就長大之後 會有 比較大的抗壓性 就 可能就 比較不會自殺之類的 好 那請 反方一遍上台結問 對 對 對 很多國家 在唱歌 辦事的時候 也都是用 打掃來 打掃來 對 打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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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全部都一樣的標準 就沒有人會去 會去做一些 就之類的 我說的是 就 打掃啦 可是 至少打掃是服務社會吧 所以 如果覺得還不夠重的話 就可以時速再多一點 剛才講過 掃地不是一種勞力的啟發嗎 是吧 至少可以服務社會對身的幫助 對 對 對 你要結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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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請開始 看一下 體罰又有學生不理會 就是他覺得被打算了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別的方式 對 而且 就是用 打掃的方式也不錯 就是 他可以 他不會 至少不會像 你打他 然後會受傷這樣 然後 打掃也可以當作一種運動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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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整理 好 如果 他說 如果他考試考太爛 你叫他去掃地的話 那可能不會當初一回事 他就 掃完 我考這張很大的事 可能沒用 就沒關係 那你覺得他會進步嗎 至少他這樣子 可以讓他身體變好 就是他 他成績不好 可能是先上障礙 就是他 就是讓他身體更好 以後就是 去為社會出力 那些會讀書的就 用頭腦 那些會讀書的就 好體發 你看他身體變得很好 就是像 如果 如果可以打 打很多 他就變超耐打的 我覺得 好耐打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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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掃地的話 掃地也可以 掃地 掃地 沒辦法 掃地 掃地嗎 掃地 掃地 også 請問一下 但是超耐打 可以對社會有什麼幫助嗎 就是完全沒有 超會掃地 不用分手 超會掃地 你看他掃的一樣多還是一樣的 不用分手 超會掃泡 所以我剛剛說的 就是掃地可以 就可以當這種運動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結束了 結束了 然後 總結你們要當中聽到什麼 你有回應什麼 然後再次休息大家 記得推他一個人出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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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你看像我剛剛所講的就是 這麼多 這麼多社會案件就是老師打學生 然後老師有可能打一打學生不理他 然後老師就越看越不爽 然後就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越打越大力向重誠 那麼老師說什麼 打一打然後學生喷雪 這也有啊 就是 這個 所以你不如 用一種 獎賞 或是用一種 柔性勸說 或是 用 用打掃的方式 或是抄功課的方式 我覺得 這個會對學生 他會有 在之後 他對社會上的貢獻 其實也會有幫助 因為有可能他抄 抄一抄 他抄出一個興趣了 然後 他就出來寫毛筆了 或是 他就出來 他找到一個工作 負責抄東西 這樣也好啊 那這就變 練得很漂亮 所以 我就覺得 其實像現在社會上 那麼多 就是 學生告老師 學生都贏 但是為什麼 因為法律上真的有規定 就是 就是不能提法 所以 如果真的 各位有疑問的話 請上網去查閱 對 真的有這一條 還有一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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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然後 像他們剛剛所講的 就是超耐打 其實我小時候也很耐打 但是打到最後 對你有什麼好處 對你來講 是一個心理上的傷害 有可能你會 思常會回想說 為什麼我當初那麼笨 我為什麼要去折老師 對啊 所以 這會對學生造成一個 心理上的壓力 跟一個重擔 所以 我就覺得 如果用打掃的方式 那 我回想的時候 欸我打掃 因為我掃得很快樂 或是 我操功課 操得很快樂 就不像被打 老師一直打 一直打 一直打 很痛 然後看到老師 那個臉 打到都變形了 你也會替老師擔心嘛 說老師 講到氣勞背勞 再繼續打 好 那不就 哪個了嗎 哪個 哪個 好 廢話副多說 趕快 不是 還是還是麥克風 要講他們什麼 你也可以 你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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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可以 慢慢講 我 直接開始 直接開始 開始了嗎 開始 我們是 就是 題目是 然後我們是正方 然後 對 然後呢 我們正方 就是當你那些 步驟 那些就是 講賞啊 或是融心券說 都沒有用的時候 才需要提拔 我相信沒有一個老師 就是他真的是神經質 然後就是 就是莫名其妙 毛起來 不爽 他就是要打你 通常都是 就是最後的 最後一步 就是他如果融心券說 講得聽 他當然就用講的 然後是最後你真的都講不聽 才會揍你啊 當然也不能排除 那一種就是 神經質的老師也是有 可是畢竟那真的是少數 大部分的老師就是打 就是 他揍你的出發點 通常都是為你好 用完 就是他真的關心你 他還揍你 要不然其實像很多放流般的 老師根本就不甩你 然後就放在你 在那邊自稱自滅 然後就品性領約差 他也處理你啊 然後就是 他就是關心你 他才會打你 而且像聖經裡面也說 就是 翻聖經出來就贏了 就是聖經裡面也說 就是以色列也不聽話 上帝也是懲罰他們啊 上帝 還把他們幹掉了 對不對 對不對 就是 聖經裡面也是 上帝也是處罰 就是 就是 他們聽 他們就是 就是聽上帝的話的時候 上帝有給他們恩師 他們 當他們行為有偏差的時候 上帝還是處罰他們啊 他的帽子關到尖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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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是我們覺得 像之前 規定 就是沒有戴安全帽 就是 規定要戴安全帽 開始柔心勸說的時候 根本大家都沒人理你啊 大家還不是遭到 沒有戴安全帽騎摩托車 然後等到開始寄出懲罰說 喔 沒有大家罰五百塊 大家現在在路上 大家也不說 戴安全帽 我覺得就是 有懲罰是有越 真的懲罰是有越 就是 你 嘶 這不是體拔 那還是 可是我還是覺得 像他們剛剛說就是 操 就是操 操 操作業啊 或者是掃地啊 其實這也是處罰啊 然後你應該說 說其實 就是那只是 老師的選擇而已 就是你說那不是體拔嗎 他浪費他的體力 然後浪費他的時間 這也是一種懲罰 然後 就是 體拔跟掃地 跟 跟就是操作業 這些就是種種的懲罰 他只是 體拔也只是他其中一個選項而已啊 就 這個老師選擇說 喔 他覺得這個方式是對 對學生 他覺得是最有效的 然後他就用這個方式去懲罰他 而且 像你說的就是把小朋友打到 打到噴血啊 或是打到 什麼 死掉啊 或是重傷之類的 其實他也是 就是也只是少數的老師 就是並不是每一個老師都會把小朋友打的那樣 而且 怎麼說 就是你剛剛說的就是 就是 學生告老師會贏 那是因為 通常就是學生告老師會贏 是因為他告的通常都是傷害啊 他傷害他 那當然告當然會贏啊 如果 那那個老師會被告到贏 那當然就是 法官覺得說 那個老師就是 對小孩造成創傷 那那個老師 就必須要為他的行為負責啊 那是老師個人過度的行為 我把它說出來 那個人在說出來 所以我覺得 還肯定是 對小孩到一個人 是 那那就是 直接說廣告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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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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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的演出 在一連串激烈的辯論之後 現在評審們正在統計大家分數 其實我覺得都表現不錯 都分數還蠻接近的這樣 那我們等一下請各位評審 稍微講解一下他看到哪邊不錯 或是他評分重點什麼之類的 就是抓重點講 我們也不要說太多時間 好 我們請君子來說一下 好 大家好 我是 我判了 首先我判 我認為今天是正方獲勝 恭喜正方 好 那 等一下 還沒啊 算完 我說我部分一個一個人開可以嗎 可以一個一個人開嗎 不要還是 好 那沒關係 反正他們知道的是我 我知道我這樣判決 因為我認為正方把話講得很清楚 很清楚告訴大家 處罰是有用處帶來好處的 也是 反方在今天的攻擊當中 並沒有提出 我認為是有效替代方案 因為他們提出掃地操作業等等方式 的確我認為是如正方所講 那是一種懲罰 他們沒有去發展獎勵那條路線 獎勵那條程我認為才是 才可能是比較有趣的路 請不要發言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 所以你們一開始並沒有對 什麼是 懲罰 這件事情做好的定義的話 體罰或是懲罰 這樣的事情做好的定義的話 就會 那個範圍會浮歪浮去 浮歪浮去 浮歪浮去的結果是 萬事萬物都會有些懲罰 這樣子 所以 其實這樣你們會自己開一條路 讓正方很好打你們 所以 這是一個 很好問題 很好的一個 一個盲點 然後再來就是 你們 提出來說法律有規定 法律有規定的時候 讓我還滿驚訝的 請告訴我法條 哪個條文 好打死律師喔 對喔 我們在念法律系列 前面說民法 對啊 其實民法上並沒有 直接規定說不能提法 只是 有解釋的空間 怎樣 怎樣算是侵權行為 那個是可以另外投的問題 但是你們沒有 既然要打法律路線的話 你們沒有精確地提出來 某些 對的方向的話 可能會滿難說服我的 然後 反方 反方 裡面提出來 惡訊循環的點 對我來說 那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 論點 然後那個意思說 你們沒有去 在節奔的時候 繼續沒有提出來 我就沒有幫你們加這個分數 然後再來是 恭喜 好 所以 借我來說 今天 只要你們沒有把 什麼叫懲罰 定義得很清楚的時候 其實會讓正方很好變 那是已經 反方更多的加油 不過這是一個很好的學習的機會 好 謝謝大家 我覺得兩方都變得很好 那我這邊的話就是 正方的票數會比較多一點 反方這邊 不管是在回答 或是在深論方面 可能 有些地方 深論的點 還有有些地方回答的點 不是很清楚 所以 正方這邊會比較佔優勢 那正方這邊呢 他提出來的論點 就是 剛才在辯論的過程當中 正方提出來的論點 反方這邊也沒有辦法去 直接去回答 所以 我這邊的話就是 正方的那個 票數會比較多一點 那 兩邊都變得很好 那就是 大家 繼續加油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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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兩邊的辯論 非常的精彩 那我們先從正方開始講 好了 正方 坐上來之後 換你所有想法 正方的話 我覺得有一個特點不錯 非常值得鼓勵 練科技他們會舉例 他們舉那個什麼 呃 無卡布的例子 有沒有 通常辯論的時候 最喜歡講那種 聽實力的時候 特別有說服力 那種舉例的話 你覺得說 原來就是這個樣 原來就是這個樣 然後就是 也是鼓勵大家說 未來在 在做那種辯論啊 或是做一些 說服解釋方面的話 舉例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但是我覺得 正方在這一塊 他們也是蠻足出的表現 那我覺得 反方這個地方 他很厲害 他什麼叫 是說 打蛇打七吋 就是反方的話 其實 通常就是 站在這種反擊的立場 因為剛才是說 怎麼去把對方 那個 掐住 他們提出一點 非常有 有意思的說 如果提法不有效的話 怎麼辦 對 其實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非常 非常強大的武器 所以 如果 今天我是反方的話 怎麼抽到我 只抓住這一點 對 不一定有效 你還不一定有效 你這裡講不要給 對 對 這個怎麼說 所以說 其實反方 正方今天的話 就在表達他們正面的立場 舉人多的例子 非常好 那反方的話 也非常的聰明 就是抓住一些要害 拚命的 攻擊對方 對 所以今天兩方 剛剛才會說 在下結辯之前 就是非常難以下決定 那但其卻 那個 我這邊的分數也是在 結冰的時候 產生一點肉差 那這個地方 我們會留待 就是最後成績出來的時候 你會知道 肉差出現什麼地方 好 謝謝大家 好 我先 宣布大家期待已久的結果 不過他可蠻失望的 結果就是平手 因為我們有四位評審 那兩位呢 兩位給了正方 兩位給了反方 對 所以其實你們都變得很好 那我要先說一下 就是正方 我覺得正方不錯 就是他們生辯的地方 都就是講來不錯 其實生辯你剛剛 第一個人講話 就是要顧你們基礎 以後就沒有辦法 有機會辯論的話 所以你要把你的 就是基本的論調打出來 然後第二個出來就是 在你的基礎上面 再強化 再加強你哪些部分 第三個再往上蓋這樣 然後我覺得 深論的地方 這方講不錯 反方我覺得 有一個地方不錯 就是四陪 他會跟著 就是對方的 他在質詢的時候 他會抓 對方講話的內容 比如說 牛你也會打他 然後他會說 可是我們不是牛啊 類似像這樣子 所以就是你跟著 對方的 講的論點去攻擊 這樣 我覺得這個就不錯 好 那我們 講完了 我們來看一下 神經怎麼講 好不好 為什麼我會說 這樣聽起來說 剛聽到兩票 都是投給正方 最後平手的話 只要是我這一票 是投給反抗 那原因的話 出現在結變的地方 為什麼呢 那結變的地方 是跟大家講說 你們結變的話 就是把 我提供的訊息量越多 就說服大家的那個 能量就越高 那至於這邊 我歸納了大概有五點 那他大概是 我講那麼多 我覺得有五點不同的方面 愛德教育啊 法律案件多啊 體罰有沒有效啊 體罰會留下的後遺症怎麼處理啊 還有法律有規定這件事情 有沒有不曉得 至少他都講出這一點 那從此這邊的話 就比較可惜 他歸納的東西 我只有歸納出三點而已 就是說 柔性勸說的話 是有他的效果 然後是上帝 還舉出聖經當中的武器 來恐嚇大家 對 非常有效 對 這也是其中一個 那例如說 他反駁說過度的體罰 畢竟是少數 但是 從此就是 比較可惜是說 應該可以再舉更多 更具體的那個 角度的話 就可以把這個 差距就把它拉回來 不一定 對 就是我最後這一票 投給反方的原因 OK 好 我們分享 我看一下 我們分享一下聖經 真言十三章二十四節 欸有沒有在這裡 手機有聲音 真言十三章 我的聲音 我的聲音就是手機裡面 真言十三章二十四節說 不忍用仗打兒子的 是恨惡他的 疼愛兒子的隨時管教 當然這邊是說 老爸對兒子 就是 你如果不忍心打眼兒子的話 那你就是 你就是對他不好 你懂嗎 就是所以你有兒子 你就要管教他 對 這是聖經的觀點 然後還有另外一方 真言二十九章 嗯 二十九章 對 二十九章十五節 二十九章十五節 仗打和得備能增加 加增智慧 放縱的兒子使母親羞愧 對 這邊是聖經的觀點 聖經觀點其實是要管教你的小孩 對 不過這邊是 就是家長對小孩 不過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啦 在 在 學校也是一樣 就是 需要管教 可是管教的這個拿捏 就 這個就值得討論的地方 對 那我自己更 就是聖經的講法是這樣子 然後分下給大家 好 那大家給自己一個掌聲好不好 好 好 然後 那個邊方正方可以回座 正方反方可以回座 你不可以掌聲好不好 辛苦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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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 都拿那一堆 我來介紹一下 沒有啦 我 那個 正方跟討方都那麼平衡啦 那 方放牆只有四隻啦 所以只能給 年紀又小的 哈哈 哈哈 有傳傳跟學生嗎 就是 這是北方式的餐飲 請多多 好 好 團傳跟學生 好 那 因為我們那個 下禮拜出戲 是25號嘛 剛好是禮拜日 那可是我們七年要限制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 會練歌 那 在練歌之前我先報告一下 等一下那個 子安 對你 余辰 送養 找我 就是結束之後找我 然後 下禮拜是大團圓 那就是我 大團 對 然後就是我們 青少器會跟 大專 大 大專生 就是相聚 那 可以 那個 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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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我們會在五樓 然後六點半開始 就只有下禮拜例外是六點半喔 不用以後多六點半來 沒有便當吃 就只有下禮拜 然後你們不要吃飯 因為我們會煮 我們會有火鍋 然後五點的時候請各位 可以就是 弟弟妹妹 你們如果 在家很閒啊 然後 沒有準備黏菜的話 好啊 黏菜也太早了 就是你們要幫忙 就是家裡還沒有什麼事情要請你幫忙的話 你們五點來幫忙 這邊可以幫忙吃菜 然後 佈置一下五樓的會子 對 然後 那個 你有參加特會 就是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號要跟我 還有輔導去參加特會的青年 對 那個 明天下午一點 在四樓 社青教室那間 就是我們會做新鮮的通知 對 然後 然後你們報名表交了沒有 初友的報名表 趕快交給 志遠哥哥 我沒有 你沒有 報名表的 等一下找志遠哥哥那 那我們就交 把時間交 交給 喔 志遠 那個 等等 就是你們報名表都有 甜嗎 沒有拿到 好 沒有拿到等等找我 你們 上禮拜有拿回去的報名表都有 甜嗎 因為我們要 今天十七號我們還蠻趕的 因為我們要訂房間跟保險 所以希望各位就是 能夠在 明天 以前 交給我 因為我們真的時間有點緊迫 然後這邊 這邊 這邊 這邊有一個寒假的銀會 他叫台灣炮爾 他是台灣炮爾的銀會 他是 看一下 他是一個青年的領袖營 然後 他辦 這次辦應該是辦在嘉莉莉 然後他的講師就是有 之前林內教會的補九號牧師 跟東河教會的 蕭林中牧師 還有 白水溪教會的 露營會長道 然後因為我們上一次 他們 去年 暑假有在白水溪辦過 然後我是覺得 欸 還不錯 因為他們有 他們下午 他們下午 一整個下午 他們就會有一個震撼的教育 震撼的體驗 它是什麼的體驗 就是 他們會去找社區 然後會 就是有可能去幫忙社區裡面的人 打掃 然後幫忙改變 改變他們那個社區 所以我是覺得 欸 看起來都還不錯 然後就是 欸 如果有興趣 他是會 還蠻累 但是你收穫會很多 因為他早上 還蠻早起床的 然後 所以 所以 但是他真的 就是 他的一些 他的一些 那個行程 就是 真的就是 對你們現在 就是 那個 那個體驗還不錯 真的 然後他 報名費 因為我們第一期已經過了 第二期是 在1月22日以前 加T恤的話 是3700 然後他是四天 因為他 要包含很多東西 所以他會 蠻貴的 然後 好 那就 如果有要報名的話 來找我 我會幫你們取禮 好 那以下時間交給我一眾 好 幫我拍 拍一下 我不知道夠不夠 如果不夠的話 就兩個人一張 好 這首歌 大家有沒有唱過 這首歌 大家有沒有唱過 好 那男生女生住好了 女生那邊 男生那邊 男生在我右手邊 女生在我左手邊 然後大家 大家往前面坐一點 這樣才會聽到你們聲音 這邊往前 他心臭 我還會唱給我 找到一位 會唱給我